邱夫老师请帮我们做一个测字占卜 我们来知道未来一个月呢 我可以转不完吗 我们转不完 我们转钱的这个路途 本来就是峰回路转 人生也是这样子 所以峰回路转 请从中四个字里面选一字来测试看看 那请现场的贵宾 还有观众朋友请你选一个字来测试看看 未来一个月你不可以 可以不可以转不完 直觉咯 请咯 选一个字 好 观众朋友你是不是选好了 看你要选哪一个字 我们现在来介绍答案 我们从前面往后揭晓 先从峰 峰是静存跟小编编选的 或者观众朋友 你是选这个峰的话 答案是职场崛起 峰麻毕 这个三就是绝的开始 峰的结果 当然才是工作方面转不完 90分 你好 好 其实我们看一下回 回是罗妹妹跟朵琳选的 还有观众朋友也是选这个回的话 答案是回归自然 两心掩脸 这个好 这个好 我需要健康 这个健康很重要 好不容易 好日子来了 要活场一点 对 好 80分 好 下面是鹿 观众朋友如果你是选鹿的话 这个字是 相聚日远各行其道 抱歉 这边是聚的开始 这边各自的开始 所以是暂时没有 只有30分 好 下面看一下专车 你看 专车是最后的 专车是最后的 谢谢观众朋友 你们看一下如果是转的话 答案是 比财专业 哇 连连获益 好棒喔 这边是专业的专嘛 这边是连连的连啊 所以战能是 钱财方面 100分 哇 恭喜 观众朋友 我跟罗姐一样 我们回归自然一样 对 很好 专车留给年轻人做